袁文人前倾吐元旗也出意外了 前不久他买了一双后抵脑跌鞋 第一次穿着他下楼梯的时候突发意外 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当场痛到全身都动弹不得 陆元旗不仅四肢上都是血痕 手掌也变肿了 幸好当时孩子还在家中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结果 不过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这个伤痕确实有些触目惊心 隔着屏幕都觉得痛得不得了 事后陆元旗发文解释称 自己并不是酒喝多了 也不是晕眩 而是拐道脚才会摔下去 最后陆元旗还不忘调侃自己想成为气质美女 现实生活中却总是担任苦情角色和丑觉 陆元旗的生活说起来确实不怎么顺利 和袁文人结婚后发现对方出轨有外遇 心情郁闷到需要吃安眠药 离婚后陆元旗独自抚养孩子 经济压力非常大 于是又选择付出跑通告 就连受伤了都不忘喊话网友照顾自己的生意 希望陆元旗接下来好好养病 祝福大家早日康复 那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前几天啊 因为我一直都偷用我女儿的粉底